好 中早安 大家早安 立冬过后的第一天 大家很忙碌 尤其在晚上的天文明要注意 真的天文奇景一定要格外来把握 先来看一下昨天的北台湾天气有一点空档之后 今天的水气又下下来了 季风减弱了 为什么还有雨势呢 最主要是台湾的附近的整个环境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包括了有部分你可以看到从华南这边 送过来的水气 还有原本在东南部地区一直待很久的南方云气 也有北台持续的为台湾的北台湾跟东台湾 有一些水气的加成的效果 包括了季风 虽然慢慢的从东北风要转东风了 但是地形上的浮回雨势 也就是因为这三个因素 让整个水气又稍微变得比较多了 新北的双西拉乌来这边是雨量比较多 宜蘭头城跟礁溪 从昨天到今天的累积雨量也稍微比较多 这个雨势不会到一直都是大雨 都是毛毛雨或是短暂阵雨 所以有时候带雨具就会觉得很懒或是很麻烦 但一不带淋到雨 现在是立冬过后了 有时候温度稍微夜沉比较低一点的话 就容易感冒 特别要留意一下整个衣服的增减 温度降雨今天的水气量 刚刚说到了 整个中部以北到花东地区 还有部分的山区 今天的水气就是因为有一些地形上的符合 或者是环境上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热气还是在东北部为主 雨具西带之外 目前大雨特报发在基隆 北岸跟宜蘭等地 也因为季风减弱了 好消息 逐日会有微升温的感受 一路到周休假期 是可以期待天气相对的稳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高温又回到了27到30度左右 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 什么时候雨会开始缓和 而且有感的缓和 预估在周四过后 水气的区块会越来越小 所以再忍耐一到两天的时间 明后天水气量就会逐日来区块 好天气真的是可以预期 也可以期待 沿海对的时候强制风跟长浪 还有高频的空气品质 比较糟糕一些 赶快透过图卡关心 今天晚上刚刚说到了千年一遇率 为什么千年才一遇呢 因为月全时又伴随着眼天王星 整个红月的时间 从初亏5点9分开始 到整个复原8点49分 而中间的月全时的时间 大概维持一个半小时左右 最红月的时间 最写月的时间 应该是时胜的6点59分 但不要忘记了 伴随着7点02分开始到将近8点钟 换一个小时 刚好是月全时又遮蔽了天王星 这个奇景的概念 下一次可能要等到2300年之后 所以有这两个条件 一起让大家欣赏 怎么欣赏呢 月全时可以用肉眼来欣赏 但是前提天气要做美 天宫要给我们个好天气 往东方的视野看呢 如果没有太多的遮蔽物 基本上看到呢 雪红的月全时是非常有机会的 但是以中南部为主 因为北东今天晚上的云成量 还是比较多的 怎么来看月眼天王星呢 可能就要专业的设备了哦 可能在这个天文馆 用专业的望远镜 才能够比较可以欣赏到呢 清楚的这个月眼天王星 肉眼比较难看到哦 所以呢 现在拜科技所赐哦 现在直播都很方便 所以呢 如果用肉眼可以看到月全时的话呢 用这个直播或是望远镜 来看月眼天王星 这两个条件下 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下一次要这个西元4000多年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场月指数也帮大家做整理哦 在中南部地区 确实是比较有机会的 今晚还有特别的加码时间 就是曼哈顿的旋日也降临了 不过呢 只有两个地区 可以稍微比较可以看到哦 就是南投跟高雄 南投还有两天的时间哦 大概在民族路 南洋路以西 而高雄的林亚区 青年一二路 从今天开始呢 为期三天 大概都在四点多 到五点出头 二十分钟的旋日时间哦 大家今天晚上都很忙碌 天文迷要看月眼天王星 旋日迷要看 这个旋日的夕阳 棒球迷还有今天晚上的 中华之棒冠军赛的第三场比赛 今天晚上大家很忙碌 分配好时间都可以欣赏到哦 下次今天交给丛丛 要做勇敢的不够你 所以风飘哪里